265,900提了本田爱丽森 再开朋友266,900的问界M7 差距一目了然 差距太大了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问界和华为合作还是很有效果的 那么曾经的本田爱丽森满大街都是 MPV销量遥遥领先 就算时至今日还是有人追捧它 特别跑高长途还是愿意用它 一个问界是SUV 一个爱丽森是MPV 价格现在它俩几乎都是相同的 26万左右都可以买到中配版本 爱丽森车长4.95米 轴距2.9米 温界M7是车长5米 轴距是2.82米 宽和高几乎都是相同的 差不太多 爱丽森外观延续 日系家用车的一个设计风格 前面大大的服装的镀隔 进去隔山修饰了一下 侧面的线条勾露出立体感和层次感 尾部和前面相呼应 熏黑色的尾灯设计 营造出高级感 温界M7外观就显得稳正成熟一些 有一种豪华感在里面 没有太多的线条勾勒 也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就是普普通通的SUV造型 我们在对比车内的设计 明显别有洞天了 温界M7的内饰显然设计 要比外观更加成功 再一看就有前卫的科技感设计 中控一块15.6英寸的冲磨屏 中央副手下面是做了一个龙空的设计 不仅能多放物品 还引导出立体感 视觉效果很好 你能看到的地方几乎都是真皮材质 摸起来都是软的 自动做商方面是温界车型的主打强项 使用华为鸿蒙3.0系统 温界M9是4.0系统 支持百万应用 车机流畅性很好 简单易操作 和华为合作就成功了一半了 爱丽森类似也是相比老款 安装了一个悬浮式的 10.1英寸的冲磨屏 而且边框很大 感觉略小一些 挡杆设计成按键式的 简洁大方 中供台用料也是几乎都是真皮 但是不如温界M7用料的比例那么好 整个设计相比温界M7略显老期 动力方面 本田爱丽森使用的是本田的IMD混动系统 目前发展到第四代了 但是爱丽森搭载的是第三代的IMD混动系统 还是很成熟稳定的 并且驾驶体验更贴近新能源 还不用充电 日系混动是最适合家里安装不了充电章的人群 还想省油 再号混动系统由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和电机组成 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107千瓦 最大扭矩175牛米 驱动电机的峰值扭矩为3155牛米 最高车数106 综合油耗大概是7个左右 传动系统 与之匹配的是ECVT变动箱 拥有三种驾驶模式 EV纯电动模式 混动模式 还有发动机直驱模式 三种智能行驶模式 先切换 动力输出非常平稳 汽油经济性也十分出色 其故障率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很稳定 而温尼M7是绿排车 增程式插混 可以充电 搭载一台152马力的1.5T增程器 和200千瓦的永驰同步电滴 和一块4度电的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 纯电续航200公里 满油满电可以续航1000到1200公里 增程器它就是扮演着一个发电机的角色 其实本田混动工作原理也接近增程式的一个原理 当你感受过温尼M7的智能坐舱和辅助驾驶体验 明显艾利森这方面是不行的落后的 温尼M7空挂路段比较晃一些 高速体验一般有点坐船的感觉 刹车点头明显 特别是脚高速过弯的时候 变道的时候 悬挂支撑稍微差一些 车型会导致比较严重一些 明显一些 动力还是不错的 这种是混动形式呢 让车辆的行驶感觉更贴近 纯电动行驶 车辆在起步加速时会有强烈的推背感 现代买车除了带步这风脏雨 更是为了提升出行品质和智能化这一块 如果你家里可以安装出行装 我建议还是选择温尼M7的 那么四边前的小伙伴 这辆款车如果让你重新选择 你会选择哪一个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